双月同天,血色蔓延 仿佛无穷无尽的尼南生在梅林与须左之南的耳边乍响 仿佛成千上万根直刺心灵的银针 将他们的意识与精神刺得千疮百孔 梅林的瞳孔微微收缩 原本清明的双眸有些浑浊了起来 她眉头紧锁,双手捂住耳朵,像是在挣扎着 红月的污染侵蚀心智 需要一定的时间 即便梅林主动解除心灵魔法 将自身暴露在污染之下 凭借着她的意志力与智慧程度 依然能在倾听泥南的情况下控制住自己的理智 但两道红月的同时出现 再加上今天接连动用强大静咒带来的精神疲惫 让她的意识也有些模糊了起来 她必须要尽全力用理智对抗污染 才能不让两轮红月彻底侵占她的身体 好 被镇压在镇魔环下的须左之南双眸心红如血 她猛地咆哮了一声浑身的神力激荡 不远处的血色海洋如同沸腾了一般 树到百米粗的水柱冲天而起 化作一只血色的舌头在双月之下狂舞 随后重重地砸落在镇魔环的表面 沉闷的巨响在天地间回荡 咚咚咚 血海舌头的接连冲击之下 镇魔环的表面出现了一道裂痕 她瞪着狂暴星红的双目 猛地抬起了手中的天从云剑 天从云剑的剑锋轻松地切开了镇魔环 金色的灰光寸寸崩碎开来 魔法阵的反噬让一旁的梅灵脸色一白 眼眸中的红意又浓郁了些许 梅灵沉浸如水的心思掀起了阵阵波澜 她的脸色有些难看 该死 这柄剑实在是太麻烦了 能够展开万物的天从云剑 即便是梅灵的封印静咒都无法起到太大的效果 镇魔环已经是她所掌握的静咒中 名列前茅的封印类静咒 但依然被找到机会强行破开 不处理掉这柄剑 须左之男的战斗力将无与伦比的恐怖 须左之男的身形自破碎的金光中站起 暴怒的双眸看向马车离去的方向 她再度抬起了手中的天从云剑 澎湃的杀机席卷而出 糟了 梅灵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身形急速地闪出 一道道顺发魔法阵杀那间 在须左之男的身前张开 须左之男对这些魔法阵恍若未见 全部的力量注入右臂 将手中的天从云剑对着马车离去的方向 骤然致出 天从云剑化作一抹惊艳的白光 瞬间洞穿了虚无 剑锋急速地切割空气 发出震耳欲聋的暴鸣 无形的气浪 搅碎了大地与路径上的所有建筑 剑锋所致 毁天灭地 挡在天从云剑路径上的顺发法阵 就像是白纸般被轻松地撕扯成碎片 但下一刻 又会有数十道新的顺发魔法阵 挡在剑锋所指之前 双眸通红的梅灵勉强地稳住身形 右手的魔法杖疯狂闪烁着光辉 每一秒 它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缔造着顺发魔法 三秒不到的时间 梅灵已经顺发了3333座魔法阵 像是一条光影交错的魔法长廊 阻挡在那抹剑影之前 但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每一座顺发魔法阵 都只能极度轻微地削弱那柄剑的力量 天从云剑依然在以视如破竹之势 急速地洞穿一座又一座魔法阵 眨眼间便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银色的马车在破碎的大地上 急速奔袭 梅灵朔 轰鸣的爆炸声自远处传来 灵七夜皱眉看着那个方向 迅速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伸手便要去打开马车的箱门 他的手掌停滞在了半空中 灵七夜站在那 双眸之中满是挣扎 片刻之后 他还是叹了口气 回到了座位上坐下 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钻拳 骨节泛起苍白 在这之前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梅灵所说的 有点小事要办 是帮他拦住须左之男的追杀 可现在 一切已成定局 如果这时候 他再贸然做出些不理智的举动 只会给梅灵徒增麻烦 一只温润的手掌 轻轻握住了灵七夜紧钻的拳头 迦兰的声音从他的耳边传来 放心吧 梅灵术不会有事的 他可是伟大的魔法与预言之神 灵七夜转头看向迦兰 那双纯净的眼眸 沉默了片刻之后点了点头 嗯 灵七夜深吸一口气 正欲说些什么 一股莫名的躁动感 突然涌上心头 梅灵留在他体内的三座心灵魔法 突然剧烈地拨动了起来 魔法压制不住红月的污染了 灵七夜微微一愣 猛地抬头看向天空 不知何时 第二轮红月已经悬挂在空中 双月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鸿芒 诡异而神秘 两轮红月 灵七夜不解地喃喃自语 地球之外只有一个月亮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为什么此刻高天圆的上空 出现了第二枚红月 如果说原本那轮红月 是月球上 克苏鲁众神的污染肇事而下形成的 那第二轮红月 又是什么 就在灵七夜沉思的时候 马车外的荒芜大地上 几只双眸通红的狮兽 注意到了这辆急速行进的马车 只剩下本能的它们 立刻咆哮了一声 随后前赴后继地冲了上去 银色的马车 如同一道闪电般掠过大地 真的向着接引之门的方向冲刺 它的速度太快了 那些被它所吸引的失受 没有一直能触及到车厢本体 最多只能远远地坠在后方 咆哮着如一片黑色的巨浪 奔涌前进 零七夜透过车厢 看到了马车后的这一幕 眉头微微皱起 它回头看向马车前进的方向 那座无比庞大的接引之门 此刻已经近在咫尺 最多不过两公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 对于银色马车来说 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后面的失受浪潮根本追不上来 零七夜微微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它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转头看向失受浪潮的后方 那里 一柄白色的剑芒 如电斑撞碎了一层又一层魔法阵 朝着它们急速飞射而来 足以展开万物的剑锋 无情地将十数之失受的躯体 刹那间搅成漫天碎块 这些足以匹迪克莱因 静得巨兽 就连一声哀鸣都来不及发出 就消弥在空气之中 自失受浪潮中展开一条血路 它的速度依然没有丝毫的置换 恐怖的音爆掠过天空 森然见盲卷斜着澎湃的杀翼 直指银色马车 这是日本最后一位神明的必杀翼击 这是高天元第一杀伐神器 天从云剑 看清那抹剑影的瞬间 零七夜的瞳孔骤然收索 随着天从云剑的急速逼近 一股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感 涌上它的心头 哪怕此刻距离那座街影之门 只剩下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哪怕那扇古老庞大的门户 已经打开了一角 零七夜的心中 依然没有丝毫的欣喜 因为天从云剑的速度 比它们更快 照这个情况下去 在马车离开高天元之前 那柄剑必然会先一步 将它们全部绞成血污 似乎是察觉到了危机的接近 牵引着马车的几匹幽灵白马 在原本的路线上微微偏转 想要避开这一件的轨迹 但就在它们偏转的瞬间 身后的天从云剑也随之偏转剑锋 就像是已经牢牢锁定了它们一样 此刻 零七夜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天从云剑锁定的不是这架马车 而是在马车上的它们 零七夜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电光石火之间 它的大脑中闪过无数的念头 却依然没有想到 打破这个死局的办法 就在这时 嘉兰的手掌 轻轻从它的手上抽了出去 零七夜一愣 它像是想到了什么 表情骤变 嘉兰 你想做什么 嘉兰微微一笑 放心了 我答应过你 不会随便把不朽转移给你的 我可不想当不讲信用的小狗 它伸出双手 按在了身下的马车车厢之上 一抹白光涌入车厢 不朽已经转移到了车厢的表面 见此 零七夜才松了口气 现在这种情况 将不朽转移到马车车厢之上 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能够同时庇护住两个人的安全 在不朽覆盖上马车的瞬间 天从云剑便闪过数公里的距离 剑锋卷携着恐怖的杀意与动能 精准地刺入车厢的表面 轰鸣的音爆声 几乎将零七夜的耳朵震笼 天从云剑上赋予的力量 实在太过恐怖 在这一刹那 整个马车都剧烈一阵牵引着车厢的几匹幽灵白马 被天从云剑的余波直接泯灭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与此同时 马车的轮毂 围栏 以及承载着箱体的基座 也瞬间被碾为了粉末 银色的车厢重重地砸落在地 扬起漫天的沉沙 足以展开万物的剑 与近乎阻挡一切的盾 在这一刻 正面相机 在刺耳的金铁交鸣声下 天从云剑的剑锋 与车厢表面的不朽 激烈地碰撞着 肉眼可见的气浪将漫天的尘埃狂卷而出 车厢之下的大地寸寸崩裂开来 顷刻间震出了一座半径三公里的巨坑 林七夜站在车厢之内 勉强稳住身形 一旁的佳兰脸色凝重无比 咔哒 一道轻微至极的破碎声传出 天从云剑的剑锋 没入了车厢半寸 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纹 沿着那道细密的缺口 缓缓蔓延开来 虽然这道缺口很小 但这却预示着 覆盖在车厢外的不朽之力 已经到极限了 感知到这一幕 林七夜的脸色越发地凝重起来 他眉头紧锁地看着 逐渐刺入车厢内壁的剑锋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意识到 迦兰的不朽并非是万能的 在这件高天原第一沙发神器面前 就算是迦兰也会受伤 车厢内 迦兰的嘴角伸出一缕鲜血 轻轻滴落在那件深蓝色的汗袍上 荡出一层层红蕴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迦兰 你还好吗 林七夜的眼眸中满是担忧 嗯 我没事 迦兰的目光 凝视着那丙杀一滔天的天从云剑 抿了抿双唇 转头看向一旁的林七夜 车厢内 只剩下天从云剑的剑鸣 以及车厢内部缓缓碎裂的枝嘎声 他就这么看着他的脸 片刻之后 苍白的嘴角浮现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怎么了 林七夜看到这抹笑容 微微一愣 我突然想到了高兴的事情 迦兰的双眸弯成了月牙 笑眯眯地看着林七夜 刚才 梅林叔告诉我 你说你喜欢我 林七夜震住了 他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迦兰会提到这个事情 神情有些尴尬 我是说过 但是 之嘎 在天从云剑的不断刺入下 剑锋已经即将洞穿车厢内壁 箱外的白光微微闪烁 似乎越发地暗淡下去 车厢的结构 被一股无形的距离挤压 发出低沉的嗡鸣声 但是 你担心 那是丘比特之剑的作用 迦兰说出了林七夜的后半句 嗯 笨蛋 林七夜一愣 你真的以为 我会用这种手段 让你强行喜欢我吗 迦兰忧愿地看着他的眼睛 伪恋之所以被称为伪恋 就是因为他所带来的感情 全部都是虚伪的 我迦兰才不需要哪种东西 你好好想想 被那只剑刺中之后 你真的有对我产生爱意吗 看着迦兰的目光 林七夜陷入了茫然 他突然回忆起了 刚回上京市 去006小队驻地做客的那天 他们来到了小队驻地的训练场 却看到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 相互暧昧的情景 在李珍真的爱神之见下 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都会被伪恋影响 做出那一系列辣眼睛的动作 足以证明爱神之剑的威力有多大 可为什么他被迦兰刺中之后 却什么感觉也没有 甚至在那之后 他跟迦兰最亲密的接触 也只是碰了一下手而已 他的脑海中再度浮现出 在集训营教官宿舍 迦兰握着爱神之剑 在漫天目屑之中 刺入他胸膛的情景 他的脸上满是羞怯与坚决 林七夜像是想到了什么 震惊地开口 那只剑是假的 那只剑里 根本就没有注入真正的精神力 迦兰有些委屈地开口 那要是真的爱神之剑的话 恐怕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有了 笨蛋 那我为什么会有 林七夜的话说到一半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戛然而止 迦兰的双唇微明 脸颊浮现出一抹红韵 他将头转到一边 小声地说道 要是我不主动去刺那一剑 你这个鱼目脑袋 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 我喜欢你啊 林七夜待在了原地 我知道 这段时间 我可能有些太心急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 让你知道我喜欢你 迫不及待地想要 让你喜欢我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困扰 迦兰低下头 那件深蓝色的汉袍之上 已经晕出了一大片血迹 他喃喃自语 但是 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 林七夜眉头一皱 尚未反应过来 迦兰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耳边便传来一声巨响 动 闪烁在车厢外围的 不朽已经到了极限 在天从云剑的刺入下 化作漫天的白光破碎开来 倒卷回了迦兰的体内 与此同时 恐怖的余波 瞬间将车厢碾碎 彻底爆开 林七夜猛地拉住迦兰的手 同时将腰间的 斩白 出窍半寸 他们两人的身形 同时顿入虚空之中 黑与白的世界中 林七夜背着虚弱无比的迦兰 身形急速地 向街影之门的方向冲去 但身后的天从云剑 就像是长了眼睛般 立刻掉转剑锋 刺向了两人所在的方向 虽然经过不朽车厢的阻挡后 天从云剑的速度慢下了许多 但依然远比林七夜的速度要快 那散发着森然寒芒的剑锋 刺入虚无 直接将斩白 所在的虚空割裂一角 即便是虚空 天从云剑一颗斩枝 周围的虚空崩碎开来 林七夜的脸色一白 紧咬着牙关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向着那近在咫尺的 接影之门冲去 然而 天从云剑与她的距离 依然在急速地缩短 快了 快了 就差一点 马上就能穿过那扇门了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杀意 林七夜的双眸通红 心中升起一抹决然 她闪电般地从怀中 掏出了一枚勋章 轻轻一拨 一根银针便从中弹地出来 她深吸一口气 郑宇将鬼神引刺入体内 一只手掌从背后伸出 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七夜 林七夜的背后 加兰虚弱的声音传来 她微微一笑 我还活着 你就不能死 你以后不可以不理我 还有 下一次 我想听你亲口对我说 你喜欢我 好不好 林七夜的思绪突然停滞 她张大了嘴巴 在狂风中 近乎是低吼着开口 加兰 你想做什么 加兰苍白的小脸上 浮现出温柔的笑容 她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抚在 林七夜的耳边 有些俏皮 又有些虚弱的 发出了一声 哇 破碎的白光 刺加兰的体内 涌入了林七夜的后背 这是马车崩碎后 尚未来得及重堵的残余 不朽之力 比起之前 或许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 但依然具备极强的防御力 加兰食言了 感受着体内蕴藏的 不朽 之力 林七夜的心中 升起一团熊熊燃烧的怒火 在她的感知中 那柄毁天灭地的天丛云剑 撕裂天空 剑锋瞬间来到了她的背后 开什么玩笑 林七夜在狂风中暴怒狂吼 双眸已然通红一片 加兰已经为了救她 放弃过一次不朽 她绝不可能再让这种事情 发生第二次 她林七夜是个男人 叶木 小队的队长 不管发生什么 她绝不该是被加兰保护的那个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反手抓住背后加兰的手腕 将其从自己的背后抱至怀中 用自己的身体 庇护她的身体 随后双脚 在接引之门中用力一踏 她的身形腾跃而起 就在这时 无匹的剑锋刺入她的背后 恐怖的杀伤力 汹涌而出 加兰留在她体内的 不朽之力 疯狂地抵御着天从云剑的斩击 但已经破碎过一次的不朽 根本无法完全将其抵挡 剑锋依然刺破了林七夜后背的皮肉 静直向着她的心脏刺去 林七夜忍着剧痛 低吼一声 浑身的精神力爆发 一道金色的领域 以她为中心 瞬间张开 凡尘神域 既然不朽 都无法阻挡天从云剑的斩击 那林七夜唯一的手段 就只剩下奇迹了 她要缔造一个 能让他们两个 同时活下去的奇迹 随着林七夜的精神力疯狂贯入 两人周围的领域 金光越发的璀璨 纳某即将刺破 林七夜心脏的剑锋 在某种神秘的力量下 轻微地偏转了些许 擦着林七夜的心脏 贯穿了她的胸膛 浸染着她的鲜血的 天从云剑剑锋一脚 刺入了加兰的体内 后者闷哼一声 苍白的嘴角 渗出屡屡鲜血 这一剑 同样避开了加兰的要害 直到这时 天从云剑上蕴藏的动能 才彻底消失 林七夜与加兰的身体 被其贯穿 在惯性的作用下 轻飘飘地落出了 接引之门的间隙 向着门外 满是迷雾的大海坠去 突然间 像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在牵引着天从云剑 剑身缓缓 从加兰与林七夜的体内拔出 想要倒飞回高天原内部 剑锋离开林七夜的身体 大量的鲜血 顺着她的肌肤流淌而下 林七夜双眸通红 死死地盯着 接引之门后的血色天空 心中无尽地不甘于怒火 喷涌而出 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她低吼了一声 猛地伸出右手 死死地攥住了 即将飞走的 天从云剑剑柄 她那双星红的眼眸中 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想用这柄剑来杀我 抱歉 我活下来了 那么 你的剑 也别想回去了 似乎是察觉到了 天从云剑的阻力 高天原身处的须左之男 微微一正 随后伸出右手 用力地凌空一扯 无与伦比的力量 自天从云剑上传来 拽着林七夜的身体 急速地向着 缓缓关闭的接引之门 缝隙飞去 只可惜 她的速度 还是慢了一步 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巨响 这座屹立于海平面上 顶天立地的接引之门 彻底关闭 将外部的世界 与内部的血色世界 完全隔绝 那神秘的牵引力 也随之隔断 林七夜的右手 死死攥着天从云剑 左手抱着昏迷的迦兰 从半空中 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坠去 高天原内 在无尽的泥南声中 挣扎的梅林 转头看向 接引之门的方向 一缕缕命运的轨迹 在她的眼瞳中交织 看清了门口发生的一切 梅林见那两个身影 离开高天原 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 她回头看向 双手空空的须左之男 眼眸中爆发出 惊天的怒意 你找死 她猛地抬起手中的魔法杖 两道遮天蔽日的魔法阵 瞬间在血红色的天空下张开 相互重叠 向着相反的方向 徐徐旋转 梅林拇指轻轻在手掌一滑 一抹斩痕 便浮现在她的掌心 潺潺鲜血流淌而出 却并没有顺着重力落在地面 而是在某种神秘的力量牵引下 急速地倒卷上天空 鲜血融入两道反向旋转的魔法阵中 刺目的光芒 从每一道纹路亮起 像是一轮闪耀的太阳 高高悬挂在空中 一缕缕发丝 自梅林的头顶脱落 她右手按着大风帽的帽颜 眼眸中闪烁着森然杀鸡 鲜血淋漓的左手 对着须左之男摇摇一指 灭绝剑咒 刺了 一柄身红四血的圣剑 自两道反向魔法阵间凝聚而出 灭尸的气息在剑尖之上席卷 刹那间掠过空间 如雷霆般砸向大地 感知到这道静咒上的恐怖力量 双眸星红一片的须左之男 本能地想要避开这一击 她的身形急速在大地之上奔袭 远处的滔天血海再度激荡 大量的海水 会聚成一道触及天空的红色巨浪 静止拍向那柄身红圣剑 哄 身红圣剑劈开血色浪涛 瞬间刺落大地 恐怖的身红光柱冲上云霄 毁天灭地的静咒气息 顷刻间覆盖了整个高天园 一滴滴鲜血自梅林的手掌滴落 她披着魔法长袍 凌空站在双月之下 低头俯瞰着脚下的一片废墟 天空中的第二轮红月表面 血色开始如海浪般翻滚 郑玉有所动作的梅林身体一震 眉头紧紧皱起 她一边抵抗着脑海中的泥南污染 一边将目光落在第二轮红月之上 因为崇拜那轮红月的力量 死后将自身的神力与魂魄 模仿成红月 悬挂在神国上空 你这个亲手覆灭了自己神系的柜子手 现在怎么良心发现 想起来保护弟弟了 梅林的眼眸微微眯起 她的目光扫过废墟的中央 遍体鳞上的须左之南 正在缓缓从破碎的大地上爬起 她的右臂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猙獰的剑狠血洞 那双通红的眼眸 痴迷地看着天空中那轮红月 脸上满是癫狂的崇拜 梅林像是明白了什么 冷笑起来 彻底腐蚀她的神志之后 把她也变成了可以利用的狂信徒吗 真是个好哥哥 随着两轮红月的月光逐渐增强 梅林眼眸中的红意也越来越甚 她眉头紧锁 注视了废墟中重伤的须左之南片刻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抬起头 最后看了那两轮红月一眼 喃喃自语 我一定会找到 你们存在的秘密 梅林倾台手中的魔法杖 身形化作一道红光 急速地掠过天空 通过街影之门 消失无踪 迷雾混沌 海浪咆哮 梅林的身影 自街影之门的缝隙中飞出 落在了波涛汹涌的海水之上 她回头向后看去 高天元的街影之门已经闭合 缓缓消失 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 当这扇门户彻底消失之后 梅林的心神终于松懈下来 身形一晃 一大口鲜血从她的喉中涌出 落入了下方的海水之中 她的脸色苍白如指 两轮红月的污染 再加上接连使用超大规模静咒 她的精神与神力都已经严重透支 如果继续在高天元内待下去 非但杀不死须左之难 她的意识恐怕也会沦陷 对于刚走出病院的她来说 这已经是极限了 梅林的目光扫过周围 并没有看见灵七夜和嘉兰的身影 命运的轨迹在她的眼眸中交织 她短暂地预知未来之后 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 看来 我留下的那些后手 都能用得上了 嗨嗨嗨嗨 梅林弯下腰 剧烈地咳嗽起来 像是遵石雕般 在海面上停留了好一会 这才深吸一口气 有些亮腔地向着远处走去 她刚走了没两步 身形就停了下来 微风扶过翻滚的海面 梅林凝视着眼前混沌的迷雾 双眸微微眯起 只见在迷雾之后 一个人影正踏着海面 缓缓走来 那是一个树发晚餐的道人 一袭粗步道袍 随着风微微摆动 明亮如形成双眸 正含笑注视着她 梅林正了半赏 苍白的嘴角 控制不住地上扬 看来 我猜得没错 梅林的目光 从那道人的身上挪开 遥遥看向头顶的虚无 喃喃自语 你们 果然都在这里 日本海域附近 汹涌的波涛中 一艘游轮巨影 撞破了混沌的迷雾 缓缓前进 一朵朵明黄色的灯光 如海上星辰 点缀在漆黑的夜空之下 从外形上来看 这是一艘偏西式的近代游轮 长约200米 高度至少有50米 沉重而庞大的躯体 如同一座小山 在海面上栩栩前进 若是凑近了看 会发现 这艘游轮的表面 由极大量细微的颗粒组成 像是从像素世界 开出的梦幻之船 在游轮侧面的船体上 用漆黑且锋锐的笔触 刻画下两个大字 上鞋 在这艘像素游轮的最顶层 一座庞大的室内泳池 倒影着灯光 池内的水流 随着游轮微微晃动 泳池边 一个少女穿着泳装 正慵懒地坐在白色摇椅上 黑发如瀑布般垂落 她看着落地窗外的 萌萌迷雾 打了个哈欠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从旁边走来 会长 躺在摇椅上的少女 眉头一挑 什么事 要到日本了 确实要到散兵标记的地方了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男人顿了顿 就在刚刚 我们的甲板上 凭空出现了两个人 凭空出现 纪念一愣 具体怎么出现的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一回头 他们就躺在那 躺 是死的 这个 不太好说 男人的神情有些古怪 他们的状况很特殊 所以要请您亲自去看一下 纪念随手 披上一件宽大的风衣 挡住泳装的春光 用发绳将黑发扎起 跟着男人向甲板走去 偌大的邮轮上 其实上上下下加起来 也就四十多个人 此刻基本上 都围在了甲板的中间 仔细地打量着 刚刚打捞上来的两人 脸上写满了疑惑 会长来了 快快快 给会长让路 会长好 会长好 人群中有人看到纪念 披着风衣走来 立刻开口提醒 人群瞬间散开了一条道路 微微鞠躬问好 纪念微微点头 平静地穿过人群 静止走到了那两人的面前 像素组成的甲板上 一男一女正 静静地躺在那里 湿漉漉的海水 从他们的衣服上滴落 在周围漫出一片水坡 两人躺在水坡的中央 都是昏迷不醒 女人穿着一身 染血的深蓝汗袍 脸色苍白无比 她的背后 有一道猙獰的剑伤 却没有丝毫的鲜血渗出 气息微弱而稳定 男人的伤势就严重多了 一道剑痕 直接从背后 贯穿了她的躯体 鲜血将衣物染成血色 她的左手紧抓着女人的手掌 右手死死地攥着一柄长剑 虽然已经失去了意识 但两只手就像是铁钳一样 根本没有松开的意思 纪念的目光落在男人身上的瞬间 瞳孔微缩 身体突然一颤 她有些失神 双唇微微张开 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呢喃 是她 竟然是她 会长 您说什么 一旁西装革履的男人 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 纪念回过神来 微微摇头 男人犹豫了片刻之后 开口说道 这两个人的情况都很奇怪 那个女人虽然受了剑伤 但却没有流血 伤口附近的肌肉组织 也丝毫没有愈合的迹象 而且 她的伤口却依然很 狠心 就像是所有细胞 都定格在了受伤的那一刻一样 那个男人就更奇怪了 这种规模的贯穿伤 就算没有伤及心脏 也会造成大量的失血 一般人早就流血而亡了 但她不仅没有死 而且 伤口还在逐渐地自动愈合 她能活下来 简直就是个奇迹 奇迹 纪念怂了怂肩 那个女人是什么情况 她不清楚 但这个男人 代表的确实就是奇迹 把他们都送到船衣室去 准备抢救 纪念平静地开口 围在周围的上协会成员 立刻背起甲板上的两人 将其送到船衣室 围在甲板上的其他人 也都散开 纪念披着风衣 独自走到了游轮的最前端 目光凝视着远处迷雾中 隐约出现的海岸线轮廓 双眸微微眯起 会长 马上要到八指径的缺口了 穿着西装的男人 走到她的身边 说道 嗯 纪念平静地点头 转身向船舱的方向走去 蓝绿的风衣 在迷雾中随风摆动 通知所有人 准备进入人圈吧 日本 人圈 北海到沿岸 魏东站在波涛汹涌的海边 凝望着远处的海平面 眼神中有些焦急 骑士大人 会长他们怎么还没来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骑士 忍不住问道 骑士悠闲地坐在沙滩上 随手捡起了一块贝壳 丢到了远处的海浪中 不慌不忙地开口 放心吧 通过那个缺口需要时间 我们已经把一路上的信号都标好了 有会长在 能出什么事 也是 魏东点了点头 心中安定了少许 哄 就在这时 远处的海面突然传来轰鸣巨响 一座庞大的像素之球 从海底急速地上浮 冲出海面后 重重地砸在海水中 掀起恐怖的环形巨浪 卧槽 金发碧眼的骑士 脱口而出 就是一句国粹 回头就往身后跑去 翻滚的巨大浪花打在沙滩上 飞溅的海水 最终还是染射了他的衣服 魏东看着海上的 那座像素之球 眼中浮现出狂喜 像素之球的外壳如泡沫般消散 被包裹其中的庞大游轮显现而出 一个少女双手插兜 正静静地站在游轮的最前方 漫天的海水如雨点般落下 近视了他的衣白 这里 就是高天原众神的人卷吗 纪念的目光 扫过蓝天与白云 看向了岸上远处的高楼轮廓 择了择嘴 这规模果然大的离谱啊 游轮逐渐靠岸 纪念直接从游轮的前端一步踏出 轻盈地跃到了海岸边 魏东与骑士微微鞠躬 同时开口道 会长好 哟 小魏东 好久不见啊 纪念笑着拍了拍魏东的肩膀 这次辛苦你了 魏东无奈地笑了笑 会长 我都三十了 用小这个字 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纪念满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走到了浑身湿漉漉的骑士面前 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表情有些古怪 老六 你这是泡完了温泉来的 我听说北海道这边的温泉混语 大多都是基于年轻少男身体的老太太啊 你没有被占便宜吧 骑士 会长 船上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一位上协会的成员 走到纪念的身后 说道 纪念微微点头 脸上的嬉笑逐渐收敛 表情严肃了起来 魏东 临时据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魏东点头 我们跟东京的一个黑道家族有些交情 他们把一处产业借给我们 当作临时住所 黑道家族 姓云还是姓上山 姓风记 走 果然小说都是骗人的 纪念耸了耸肩 走吧 带路 东京 风记家 欢迎收听五间新闻 根据最新线报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今天上午九点 本周大阪犯罪案件总数 已经达到32012起 仅次于东京的37621起 位列日本第二大犯罪城市 本周以来 东京平均每天发生的犯罪数量 约为5300余件 星宿 色谷 千代田 江户川等区 已经完全沦陷为犯罪地域 所有警署已经全部瘫痪 其中不乏大量武装分子暴动犯罪 再次劝诫以上四区居民 非必要情况 禁止外出 与此同时 曙光广播再次提醒各位居民 如发现自身出现红眼 失眠 莫名狂躁等病症 请尽快到就近医院隔离治疗 空荡的客厅中 又离奈穿着一身黑底樱花和服 静静地跪坐在园殿上 微风卷落几朵樱花 飘进屋内的榻榻米上 浅粉色的樱花 发沾在阳光下 荡出淡淡光晕 她低头望着身前的收音机 双眸缓缓闭起 支嘎 一个身穿白衣的高大身影 开门走了进来 又离奈回头望去 只见又离龙白症 站在她的身后 那张满是血污的脸上 浮现出温柔的笑容 姐姐 我回来了 她轻声说道 怎么又弄得一身血啊 又离奈迅速地站起身 走到了她的面前 仰起头担忧地看着她 没受伤吧 没有 这都是失受的血 我很强的 他们伤不到我 又离龙白微笑说道 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洗了吧 又离奈一边帮又离龙白 脱外衣 一边皱眉说道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四支了 再这样下去 就算你再厉害 身体也会被累垮的 我不累 又离龙白轻轻脱下外衣 笑道 哪里有怪物出现 我就去哪里打倒她 然后救下所有人 姐姐 我现在就像是奥特曼一样呢 听到这句话 又离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都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看那么幼稚的东西 又离龙白一正 可是姐姐 我才十三岁啊 又离奈的手 停顿在了空中 她正正地看着 手中那件染血的白衣 像是尊雕塑 站在原地 姐姐 又离龙白那双纯净的眼眸 疑惑地看着又离奈 嗯 又离奈回过神 用力眨了眨 有些湿润的眼睛 哦 我这就去帮你洗衣服 她回头便向 另一个方向走去 哼 就在这时 隐约的轰鸣声 又从远处的天空传来 又离奈的身体一颤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东京市江湖川区 再度出现黑色巨兽 两座居民楼坍塌 现场混乱无比 这一次 白衣神能否及时出现 拯救下这些危难中的人们 收音机的声音 在空旷的客厅中回响 这对姐弟 站在樱花飞舞的 院落遗门旁 同时陷入了沉默 片刻之后 又离龙白还是开口 姐姐 把衣服还给我吧 我杀完这一只回来 你再帮我洗 不然 她又要脏了 又离奈的小手 死死地攥住 怀间那件燃血的白衣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一颗颗泪珠 控制不住地 从脸颊滑落 在白衣的血迹上 晕染开来 为什么 又离奈猛地转过身 用尽全身的力气 哭喊道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担子 都揽在身上 凭什么你要对 这些人的死活负责 你才十三岁啊 明明这个世界 都没有好好对待过你 你干嘛要做到这个地步 十三岁 就好好地在家看特射片 当个整天幻想着 成为英雄的孩子就好了呀 只有笨蛋 才会真的想要去当英雄吧 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又离奈 又离龙白愣在了原地 沉默了许久 她迈开脚步 走到了气不成声的 又离奈面前 缓缓蹲下身 满是血污的脸上 浮现出温暖的笑容 我可不是笨蛋啊 姐姐 我们又离家没有笨蛋 她轻声说道 羽公哥哥 曾经是这个世界上 最痛恨这个腐朽的国度 最想要 将其彻底毁灭的人 可你知道 为什么他现在却在绝境之中 独自寻找着 让这个民族延续下去的方法吗 又离奈茫然地摇头 羽公哥哥恨的是神权 是被神权侵蚀到腐朽不堪的 陈旧思想与社会 而不是人 任何一个人类群体 都是复杂的 他们中或许有些人 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 但一定还有些人 依然存在着被改变的可能 他们所缺的 只是一个正确的环境 这座人圈里 能够摆脱陈旧牢笼 自我觉醒的人太少了 而这其中 拥有改变这一切的 强大力量的人 更是凤毛麟角 我所知道的 只有羽公哥哥 父亲 姐姐 和我 当危机来临之时 我们这些已经觉醒的 且拥有力量的人 要么选择明哲保身 成为这方天地的逃兵 要么 就站出来 去当力挽狂澜的先驱 姐姐 我不想当逃兵 或许我们不会被人理解 或许这一路 会非常的坎坷困难 但我们想给这个国家 一个可能 一个回归正轨的可能 这 就是我和羽公哥哥 正在做的事情 看着又离龙白 那双纯净而认真的眼眸 又离奈愣在了原地 他从未想过 自己这个单纯的 热爱游戏的宅男弟弟 思绪竟然已经如此的深远 果然 又离家没有笨蛋 在他的面前 又离奈觉得自己才是笨蛋 又离龙白伸出手 轻轻拂去了 又离奈眼角的泪痕 像是个大男孩一样笑了起来 而且啊 像我这样能当上英雄的孩子 不知道是多少同龄人的梦想 孩子的世界里 没有那么多利益纠纷 勾心斗角 我们只是 想成为英雄 仅此而已 就算只有一点可能也好 我想带着这些孩子的愿望 去成为他们的光 又离龙白伸出手 指了指又离奈怀中染血的白衣 姐姐 可以把我的奥特曼皮套 还给我吗 听到这句话 已经止住了泪水的又离奈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微抿着双唇 将怀中的白衣 还给又离龙白 神情前所未有的认真 不管发生什么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知道吗 知道了 姐姐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又离龙白从地上站起身 笑着 对又离奈摆了摆手 转身向着门外走去 她披上了那件染血的白衣 飘零的樱花在风间飞舞 这个不过十三岁的高大少年 用自己的双手 替数千万条生命 在荆棘丛中 开辟着名为希望的道路 她的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又离奈沉默地凝视着 她离去的方向许久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对着门外喊道 唾一眼 一个年轻人站出 对着又离奈恭敬鞠躬 家主 叫上所有在东京的风机家成员 十分钟后 随我出门 出门 家主 外面现在乱得很 我们去做什么 去 替天执法 东京市 新宿区 这个地域最为繁华的主路上 已然是一片狼藉 马路上几乎看不到 任何行走的路人 两侧原本人声鼎沸的人气店铺 全部关门 即便如此 这些已经关门的店铺大门 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砸得稀碎 远处的街道上 一群头戴黑色头套的男人 手持锤子与砍刀 狂笑着冲入一家酒吧 将柜台上仅剩的几瓶酒抢走 就这么在大马路上痛凝起来 路边的垃圾桶已经被烧到焦黑 破碎的酒瓶 深凹的蛋壳 随处可见的干涸血泊 猙獰的红色日本字被涂抹到墙体上 到处都是肮脏且充满进攻性的词汇 就是在这么一条混乱无序的主街上 依然有一家店面 敞开着大门 这是一座足有六层楼高的独栋建筑 外形的设计完美地融合了现代感 与日式合院风格 黑金色调的装修之下奢华而大气 这是目前全日本最大 最豪华的牛郎会所 也是新宿区唯一还在正常营业的店面 前宇俱乐部 纪念带着上协会众人 站在这座宏伟大气的俱乐部面前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魏东挠了挠头 适时地开口解释道 我知道 把临时据点钉在一家牛郎店 确实会有损我们上协会的形象 但是现在的人卷情况十分复杂 除了这里 东京已经几乎没有可以给我们容身的地方 所以 只能请回掌将就 干得漂亮 魏东的话音未落 纪念猛的一个回头 两眼激动地放光 小魏东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他重重地拍了拍魏东的肩膀 对他比了一个大拇指 然后飞快地冲进了店面之中 口中还兴奋地念叨着 牛郎 香槟 帝王般的至尊体验 我来了 来人哪 我要点十个 看着纪念一起绝尘 直接冲进了店面之中 门外剩余的上协会成员 陷入了沉默 穿着西装的男人叹了口气 都进去吧 还在这看什么呢 第一次见会长发疯吗 上协会众人倾咳几声 迅速地跟了上去 刚走进俱乐部大门 看清里面的情况 他们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万千烛火 在蓝鱼子的琉璃灯罩中闪烁 将整个俱乐部罩的明亮无比 此刻 空旷大厅内 错落摆放的真皮沙发上 十几位穿着亮片滑服的英俊男人 手持冲锋枪 枪口对准大门 似乎随时准备开火 表情平静无比 二楼的悬空走廊上 四位狙击手已经埋伏完毕 四枚红点 在刚走进门的纪念脸上晃动 最终都汇聚在了他的眉心 纪念披着一身蓝铝的风衣 站在众多枪口前 双手插在兜中 眼眸微微眯起 一缕缕危险的气息 从他的体内散发而出 这里 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 最后方的黑色真皮沙发上 坐着一位穿着蓝色 亮片西服的牛郎 他左手拿着一柄 即将出鞘的武士刀 右手握着冲锋枪 面色平静地开口 离开吧 风纪家的产业 你们惹不起 在这剑板弩张的气氛中 魏东的身形快步走出 他的目光扫过场上的众人 嘴角浮现出一抹苦笑 多把枪放下吧 是我 见到魏东 那穿着蓝衣的牛郎 微微一愣 魏先生 这是个误会 这些就是我之前 跟你们家主提过的 赞助的同伴 魏东指着身后的上邪会众人 说道 蓝衣牛郎眨了眨眼睛 立刻把手中的冲锋枪和武士刀 藏回了沙发底下 从沙发上站起 有些尴尬地轻咳了两声 对着周围的众人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都把武器收起来 这些不是闹事的报名 是尊贵的客人 听到这句话 所有的牛郎都默默地 把枪收了起来 脸上挂起招牌式的笑容 面带歉意地对着上邪会 众人连连鞠躬 实在是抱歉 最近的事道太乱了 我们不得不小心些 而且 这位女士刚刚冲进来的神情 跟那些生了狂躁病的疯子 实在是太像了 所以 纪念的表情微妙了起来 魏东简单地 将双方介绍了一下 便带着上邪会的众人上楼 分房间安顿下来 重伤昏迷的林七叶和嘉兰 也被他们找房间安置 虽然医疗设备 没有从邮轮上带下来 但有纪念在 用向诉众新组装两套 也只是小事一桩 将一切安顿好之后 上邪会的众人 立刻就忙碌了起来 有些人开始调试带来的设备 有人开始凑在一起 对着一张日本地图研究着什么 有人则腾出了一个房间 开始布置会议室 日渐西斜 昏黄的阳光洒落在 宽敞的卧室中 在医疗设备稳定的滴滴声中 林七叶缓缓睁开了眼眸 疲惫感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 他昏沉地躺在床上 躺了好一会才 勉强恢复清醒 他正正地看着屋顶片刻 艰难地坐起身 不仅是精神的疲惫 他浑身的力气 也像是被抽干了一般 整个人十分虚弱 他环顾四周 眼中浮现出茫然之色 这里是哪 他隐约记得 自己在失去意识之前 是在迷雾中的大海上 怎么一睁眼 又到了现代社会 他这是回到大厦了 林七叶看了眼自己的左手 天从云剑依然在被他攥在掌心 胸口处还在隐隐作痛 被剑身贯穿的伤口 并没有完全愈合 依然有一道两厘米深的伤口 刻在胸膛 若是仔细望去 可以看到一抹微弱的金光 正在他的伤口深处流淌 奇迹吗 林七叶的右手俯着胸膛 喃喃自语 天从云剑留下的伤势 是不可能自我愈合的 就像当初的无香男一样 唯有奇迹 可以修复血肉中留下的剑痕 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 之前拼尽全力张开的 凡尘神域 依然在起着作用 缓慢地修复着剑伤 否则身负这么一道 无法愈合的贯穿伤 林七叶早就该一命呜呼了 而他现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疲惫 应该就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凡尘神域主动吸走精神力 维持奇迹 导致精神力透支的后遗症 除此之外 林七叶也能明显感觉到 自身的伤口愈合能力 比之前更强了 在海量的信仰之力 洗刷体魄之后 林七叶的肉身强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强的地步 若非如此 即便有奇迹修复天从云剑的剑痕 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自我愈合到这种地步 林七叶的目光 在像素风格的医疗设备上 停滞了片刻 轻移了一声 似乎是有些好奇 随后还是将连在身上的设备摘下 缓缓向着房门走去 他尚未打开房门 一个人影便开门走了进来 见到那人 林七叶先是一愣 随后眼中浮现出诧异之色 魏东 你醒了 魏东眼前一亮 我听说你重伤昏迷 背就上来了 正想着来探望一下 没想到 你这就已经自己下床了 嘉兰呢 他应该跟我在一起的 他的房间就在你隔壁 还在昏迷 不过从生命体征上来看 没有生命危险 魏东带着林七叶来到嘉兰的房间 推门而入 只见那蓝衣少女 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身上连着一旁的医疗设备 各项生命体征都没有问题 只是双眸紧闭 像是在做着噩梦 见嘉兰没事 林七叶才终于松了口气 他们轻轻从嘉兰的房间退了出来 对了 这是在哪 这里是人圈 魏东补充了一句 高天元的人圈 人圈 林七叶一愣 他又回来了 正好你醒了 就跟我一起下楼吧 魏东微微一笑 会长已经等你很久了 会长 什么会长 当然是我们上协会的会长 也是他把你们就上来 一路带回这里的 林七叶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跟着魏东向楼下走去 考虑到宫殿的问题 这座俱乐部没有安装电梯 只有两座螺旋状的黑金楼梯向下延伸 看起来十分大气 对于上协会这个组织 林七叶知道的不多 只知道这是一个在迷雾中活跃的中立组织 成员不多 但是各个神国的人圈中 基本都有他们的身影 论给那些外神的神国捣乱 他们是专业的 而对于上协会的会长 林七叶却是一无所知 你们会长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边下楼 林七叶一边忍不住问道 会长啊 魏东的表情复杂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会长是一位传奇 许多年前从大厦孤身闯入迷雾世界 接连进入了数个神国的人圈 凡是他所到的地方 都被搅得天翻地覆 神权动荡 在这个过程中 人圈中的很多人因他而觉醒了自我的意识 选择跟随在他的身后 虽然这些人并不多 但绝大多数都具备着出色的才能 或者是强大的力量 久而久之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便有了上协会 会长又动用自己的能力 在迷雾世界中 建立了属于我们的理想之国 乌托邦 他这么厉害 林七叶诧异地开口 他就这么有人格魅力吗 有这么多人愿意追随他 这么说吧 魏东想了想 给林七叶打了个比方 就比如在高天元的这座人卷 就有像羽公秦辉 又离姐弟这种 已经觉醒了自我意识 认知到这个世界的畸形的人存在 而且正在努力地 以自己的力量 试图改变他 如果在这个时候 有个人突然从天而降 而且 他的思想十分超前 力量也空前强大 他开始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以惊人的效率 打碎这里的神权 轻易地就做到了 他们许久也难以做到的事情 你说 他们会不会选择 与这个人联手 当他们成功解放了这座人圈之后 无家可归的他们 又会去哪里 我明白了 林七叶如有所思的点点头 能够在人卷中 觉醒自我意识的 本就是人中翘楚 当他们因这个人 摆脱了腐朽的囚龙之后 无处可去的他们 自然会聚集在这个人的身边 原来 上邪会是这么来的 除此之外 会长也会不定期地回大夏 从那里挖过来一些人才 魏东补充道 所以 我们不是什么 身负大义的官方组织 只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而已 我们只凭会长的意志做事 只想守好属于我们的乌托邦 对所有人来说 会长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通过魏东的描述 林七叶的心中 已经勾勒出了一个高大伟案 却又极具人格魅力的领袖身影 真是厉害啊 林七叶暗自感慨 对于马上与这位会长的见面 又期待了几分 不过 我们会长的性格 魏东有些支支吾吾起来 怎么了 没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到了一座包厢前 魏东倾咳了两声 对着林七叶做了个请的手势 会长就在里面 请吧 林七叶抬起头 看了眼这座包厢的名字 VIP至尊闪耀001 这是什么鬼地方 由于片刻之后 林七叶还是用力推开了房门 绚烂而迷幻的蓝紫色灯光 从包厢内照出 映在了林七叶的脸上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像是尊雕素般 愣在了原地 宽敞的包厢中 几条滑贵的黑金色 真皮沙发围在中央 一个穿着蓝绿风衣的少女 正一只脚踩在黑金石桌上 左手抱着一柄 不知从哪抢来的武士刀 右手高举着一杯香槟 酒水于杯壁间轻轻晃动 在灯光下 闪耀着淡淡的光运 来 看我给你们选一个 他说出一句标准的日语 高昂着头颅 将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 围坐在周围的众多英俊少男 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脸上都带着一丝醉意 十分捧场的用力鼓掌 一时之间 包厢之内掌声雷动 纪念兮兮一笑 将手中的香槟放下 正欲说些什么 目光落在了门口 呆若目击的林七叶身上 他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门口 林七叶默默地后退了半步 沉淫了片刻之后 转头问魏东 你们会长 也有当牛郎的喜好吗 魏东嘴角微微抽搐 指了指那个一只脚 踩在桌上的少女 万分不情愿地开口 那个 就是我们的会长 说这句话的时候 魏东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太丢人了 刚跟人家说完会长的英勇事迹 好不容易竖起的人设和伟案形象 瞬间就崩塌了 林七叶只好将目光 又挪回了那少女身上 从样貌上来看 对方应该跟自己差不多大 但无论怎么看 都跟林七叶脑补的形象 有着很大的差异 林七叶 那少女一下就喊出了她的名字 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座位 过来坐 林七叶一正 沉淫片刻之后 她还是走到了沙发上坐下 疑惑问道 你认识我 林七叶翻遍了自己的记忆 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她 两人也没有过交集 可为什么 这个远在迷雾中的上协会会长 可以直接喊出她的名字 我当然认识你 纪念微微一笑 她凑到林七叶耳边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说道 你现在 开到第几间病房了 林七叶的瞳孔 骤然收索 什么病房 林七叶装傻问道 纪念见林七叶满眼的警惕 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出右手 一根根摆起手指 尼克斯 梅林 布拉吉 这三个名字说出的瞬间 林七叶的心中 已然掀起滔天巨浪 在刚刚纪念说出病房两个字的时候 她就已经隐隐有种预感 但并不确定 但此刻见她如此轻易地爆出前三个病房的病人名字 林七叶就知道 这绝不是巧合 这个少女 知道诸神精神病院的存在 而且知道 这东西 就在她的身上 你是谁 林七叶的眉头 紧紧皱起 纪念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自我介绍 轻咳了两声 大大方方地伸出右手 嘴角微微上扬 你好林院长 我叫纪念 迷雾 一辆电瓶车 缓缓驶过波涛汹涌的海面 陆无为双手 将把手拧到底 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 她的身后 两个身影头戴小黄鸭 慢慢悠悠地坠在空中 陆先生 咱的速度能不能快一点 百里胖胖的嘴角微微抽搐 照我们这个速度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七叶啊 陆无为耸了耸肩 我的禁须 最多也就只能用这种速度 追踪订单 再快的话 就会失去目标 而且 车子很容易没电的 百里胖胖 你这电瓶车 都能在迷雾里骑了 还会怕没电 用不用这么质朴啊 百里胖胖内心 吐槽了一万次 正欲说些什么 一道轻响 从他们的身后传来 雄魂的精神力浪潮奔涌而出 有人突破了 曹渊一愣 百里胖胖和曹渊 同时转头望去 只见及时在空中的 那柄金色剑影上 盘膝坐在剑身的沈青竹 缓缓睁开了眼眸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身上散发而出的精神力 已经比原先雄魂了数十倍不止 沈青竹突破无量 想不到 你居然比我快 安清瑜一边专心操控着 摇光 一边叹了口气 似乎是有些沮丧 你是因为操控近物 没有时间突破 如果现在操控 摇光的是我 说不定你突破得比我更快 沈青竹眉头一挑 说道 安清瑜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接下来 我操控摇光吧 你专心突破 沈青竹从安清瑜的手中 接过了摇光的控制 找到七夜之前 能突破吗 安清瑜沉默了片刻 笃定地点头 可以 前方 百里胖胖回过头来 忍不住感慨 拽个也突破了 等清瑜突破之后 咱们队伍里 除了姜尔妹妹和佳兰姐 就全员无量了 前途一片光明啊 曹元眉头一挑 姜尔还是海静 这的确是事实 毕竟她年纪还小 但你真的觉得 佳兰还没到无量吗 百里胖胖一愣 可是 佳兰姐并没有突破的过程啊 从我们认识她到现在 你什么时候见她突破过 曹元摇了摇头 我们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以为她跟我们一样 都是穿镜 后来经过剑圣前辈的训练 我们接连突破海静之后 她也展现出了海静的实力 现在 我们已经到无量了 她依然可以将无量 摁在地上抱锤 她的境界 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过 而是随着我们的实力增长 不断提升 百里胖胖愣了片刻 你的意思是 她的境界是假的 我是说 她的真实境界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高 只是她一直在隐藏 没有表露出来而已 可是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知道 不过 这也不重要 曹圆耸耸耸肩 每个人都有秘密 比如七夜层出不穷的禁须 和神秘军团 比如天尊放在你体内的如意 比如迦兰的境界 到底有多高 有些事情 我们没必要全部知道 只要相信彼此就好 那确实 百里胖胖黑黑一笑 迦兰姐在牛 那也是我们 夜幕小队的迦兰姐 正在两人聊天之际 骑车跑在最前面的陆无为 突然一个急杀 停在了海面之上 陆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百里胖胖疑惑问道 陆无为皱眉 看着手中的订单 眼中浮现出错愕之色 灵七夜所在的方向 突然变了 变了 安清于皱眉 她再一动 不是很正常吗 不 不是那种小规模的变动 是突然从一个空间 跳到了另一个空间 夜幕 小队的众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担忧之色 那 你还能找到她吗 百里胖胖小心翼翼地问道 可以 陆无为沉默片刻 指了指身下的海面 我们 可能要往海底去了 海底 坐在 遥光 上的安清于 听到这两个字 微微一愣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四下环顾了一圈 脑海终于约勾勒出 他们离开大厦后 行进的路线 一个念头 涌现在她的脑海中 我好像 知道七夜在哪里了 俱乐部 纪念 听到这个名字 林七夜瞬间想起了 自己第一次打开诸神精神院时 在院长时发现的那张纸条 从那张纸条上的信息来看 这座诸神精神病院的前一任院长 名字就叫做纪念 不仅如此 他还从第一 第二 第三间病房的病人手中 分别拿走了一件物品 从黑童的描述来看 在苍南大劫来临之前 也是他用这三件神器 摆下了一种神秘的阵法 让年幼的林七夜从师婆院的抹杀中 幸存下来 可以说 林七夜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 与眼前的这个少女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无数的疑问涌上了林七夜的心头 她想要直接问清楚 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但余光扫过周围之后 还是按捺住了这种想法 诸神精神病院的存在 是绝对的隐秘 这里人多耳杂 即便这些人可能听不懂汉语 但还是要小心为上 林七夜沉默片刻之后 表情复杂地看了她一眼 同样伸出了自己的手 你好 季院长 听到这个称呼 纪念也是微微一愣 她笑了一下 郑玉说些什么 窗外的天空中 突然传出两声爆响 林七夜和纪念的眉头 同时一皱 向窗外看去 只见一只浑身流淌着 诡异黑色液体的怪鸟 以惊人的速度 呼啸过街道的上空 双翅延展足有两三百米长 用力一阵 席卷的狂风 瞬间让窗户的玻璃爆碎开来 诗兽 刚去过高天原的林七夜 瞬间就认出了那恶心的怪物 脸色微沉 放置在神庙中的八指径缺口 被红月所污染 导致诗兽也开始渗透其中 进入人卷中活动了吗 林七夜脑海中 回想起那块 逐渐被血色侵蚀的镜面 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联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随着污染越来越严重 诗兽的入侵规模 也会越来越大 照这个情况下去 这座人圈迟早会和高天原一样 彻底成为一片死欲 事情麻烦了 零碎的玻璃残片 飞射向包厢内 站在窗前的林七夜 正欲出手 他身旁的纪念却先动了 纪念的眼眸一凝 所有的玻璃残片 瞬间分解为一粒粒极细的像素粒子 轻轻拂过众人的身体 在空中飘舞了半圈后 回到了他的身边 在他的掌心涌动 与此同时 第二道身影 紧随着那黑色怪鸟 飞掠过天空 这是一个白衣染血的身影 他手持一柄赛博朋克风格的长枪 一头白发在风中飘舞 如同闪电般划过天井 那双十字星状的瞳孔微眯 脑海中的锁底准星 固定在了飞舞的怪鸟身上 他猛地将手中的长枪制出 席卷出恐怖的音爆声 瞬间将怪鸟的身体 轰成了碎渣 漫天的血雨洒落 将那白衣 再度浸染上一抹星红 他平静地凝视着 喃喃自语 底八只 应该能回家了吧 远处的灵七夜 见到那白衣身影 眼前一亮 那是 又离龙白 他在追杀出现在人圈内的尸兽 灵七夜正打算追上去 一道沉闷的炸雷声 再度从远处的天空传来 又离龙白微微抬起头 看向已经暗淡的天空 眼眸浮现出一抹疲惫 他叹了口气 将刺入地面的长枪拔起 姐姐做的猪八饭 都要凉了吧 他呢喃了一声 摇了摇头 握着手中的长枪 身形再度化作一道白光 打破空间 消失不见 灵七夜站在窗边 晚风自破碎的玻璃中灌入 他看着又离龙白离去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这座人圈里 还出了一位人类天花板 而且看起来还很年轻 纪念有些诧异的开口 灵七夜回过头 看向那些牛郎 用日语问道 那些怪物 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蓝衣牛郎想了想 大概是一个月前 最开始的时候 好几天才会出现一次 然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到现在 一天已经至少会出现六七只 一天六七只 零七夜的眉头微皱 这些失授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大多数都在无量 或者克莱因 净 虽然对又离龙白来说 不是什么有威胁性的敌人 但如果每天都要满世界跑 与这么多失授交手 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 最重要的是 又离龙白的身体 尚未完全痊愈 只是在依靠药物压制实验的后遗症 他的实力很强 但他的身体 却远比想象中的虚弱 这个事件 已经彻底乱套了 另一位牛郎苦涩的开口 从天而降的怪物 四处爆发的战火 还有莫名其妙的恶疾 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国家已经面目全非了 恶疾? 什么恶疾? 红眼狂造症? 蓝衣牛郎解释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种病就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没有人知道 它是怎么出现的 也没有人知道 它是如何传播 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 眼睛都会犯着红意 行为举止极度狂躁 且带有极强的攻击性 传闻 现在日本60%的人群 都已经患上了这种病症 导致各地的犯罪率与死亡率飙升 就连警署都已经无法维持秩序 被暴动的人群直接攻破 商铺关门 企业倒闭 没有染上这个病的人 基本都躲藏在家里 不敢外出 现在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区域 都已经变成了混乱无序之地 红眼狂躁症 听到这个词汇 林妾的脑海中立客服献出 渔村内见到的那些疯狂的村民 从外部症状来看 两者十分吻合 也就是说 现在在人圈内肆虐的 被称为红眼狂躁症的恶极 其实是红月污染的一种体现 红月虽然在轻拾八指镜 但是并没有直接照射进来 相应的污染强度 也要比渔村实低得多 所以 中了红月污染的人 才会陷入狂躁暴动的状态之中 却又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不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卷中的这些人 早晚会彻底沦陷在 红月的污染之中 即便不被尸寿屠杀 也会自相残杀而死 既然这样 你们为什么还在营业 纪念疑惑地问道 牛郎 都这么有职业精神的吗 不 我们还在营业 是因为这是家主的命令 蓝衣牛郎摇了摇头 这家俱乐部 是家主为了某人专门开的 家主说过 不管外面有多乱 就算天塌下来 就算风济家已经不在 这家俱乐部也必须开着 这样 当有一天的人回来的时候 一看到这座全日本 最显眼的俱乐部的名字 就会知道 他们 一直在等他 风济家 听到这三个字 林七叶先是一愣 随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瞳孔骤然收缩 他从破碎的窗口月下 稳稳地 落在俱乐部的大门前 抬头看向俱乐部上方 那极其显眼的黑金色招牌 潜语俱乐部